你的房子会被统租吗 昨天下午呀 白盲村的强制搬离项目已经暂停了 很多深圳的小伙伴觉得这事要黄了 那这么小 怕是你自己的格局小了 这应该只是以退为进 所谓的统租房呢 可以理解为自如蛋壳的工作 交由政府来做 公家呢和大量的房东直接签订 常租合同统一装修优化 统一管理出租 那市场上已经有自如和蛋壳了 为什么还要政府出手呢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目的 长期稳定的吸引年轻人上 毕竟呀 公司是可能会倒闭的不是吗 那通过政府参与的方式 能提高市场的规范程度 自如蛋壳这隔断 租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隔壁发出点什么声音啊 你可是要照单全收的 但是政府出手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采购量大成本压低 最终呢租金啊会更加便宜 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到 这个统租房的价格 目前还是偏高的呢 这是因为搬迁未成规模 那等以后批量出租的价格 自然会下来 而且政府的另一个视角可能是 一大批量装修好的统租房 可以把未来几十年的租金收益打包 进行资产正确化 那这个价值就不可顾料了 毕竟你借钱和政府借钱的信用 是不一样的 看热闹的小伙伴也别急 现在的统租呢 是一种常识 它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 这个经验一旦成功 那是大大率要向很多城市去推行的 那你的房子就有可能要统租了 毕竟城市吸引年轻人才是网道嘛 知道了吗 好了 是点加关注我们也听着大道理